竟然有人用了98个亿建造了一座瓷房子 房子主人又是谁 又为何要建造一座瓷房子呢 据说当时呀 用了一万三千多个古瓷瓶 四千多个古瓷盘和古瓷碗 二十多吨水晶和玛瑙 再加上七亿多个古瓷片才大造而成 悄悄的告诉您 据说这里面啊 还藏了一尊按照武则天容貌打造的佛手 那他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呢 关注墓子今天啊 咱们就进去看一看 这是他们家的下水管 都是别处心裁的 堪称世界上最贵的下水管道 走吧 咱们进来之后呢 会看到房顶上面有一条巨龙 总长是768米 由800多万件古瓷器组成 像不像一个差一大的字体呢 怎么只是见龙身却不见龙尾呢 可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瓷房子上镶嵌的瓷片 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 从汉朝跨越到了清朝 有近代的清瓷 唐三彩 宋代的君瓷 龙泉瓷 元明清花 清代焚彩等 瓷片除了从五大名谣产出来的以外呢 还有其他谣子 比如说龙泉谣 谣州谣 可以说呀 在这栋楼的里面呢 中国所有的官谣 民谣 产出的陶瓷 种类几乎都可以看到 咱们来到了门口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三块丹壁石 丹壁石古代呀 不是只能在皇宫 或者帝王的陵墓中才能摆放吗 您看 上面竟然是两只凤凰 下面是一条龙 凤鸭龙的格局 那么在古代呀 只有两个时期 是凤鸭龙 您知道是哪两个时期吗 欢迎啊 打在评论区 咱们继续往里走吧 看到没有 两侧呀 有这个上朝 还有下朝的字 现在你们跟着墓子 一起去上朝吧 咱们往里走的过程当中呢 在这个位置 看到一只琉璃的狮子 这个可是四百多年前的琉璃狮了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当时是从段祺瑞 他们家里边帮过来的 都说呀 摸摸狮子头 一辈子不发愁 墓子今天呢 替屏幕前的您去摸一摸 祝福你们一辈子都不发愁 您看这里还有一个碗呢 真漂亮呀 它可不是什么传说中的 开局一个碗 装备全靠盏 人家呀 是有名的君祠 传说君祠 入摇一色 出彩万千 咱先别着急进去 过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两亿年前的蛋蛋 中间棕色球物是什么呢 您猜 它呀 我告诉您 是距今两亿年前的恐龙蛋化石 这也是整个瓷房子里面 最古老的一个物件了 咱们继续往里走 哇 您看 这个地方呀 有个大水缸 它可是明末清初的 青花瓷贴素的大缸 每逢过节的时候呢 缸里面盛满了水 因为呀 缸生水 水煮材 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打出四个字 八方来财 咱们来到了瓷房子呀 一定要记得看一看 这幅张大千的荷花八平图 它是用原明清 三代的青花瓷 拼凑而成的 尤其呢 是要摸一摸 这个红色的瓷片 古代呀 红柚工艺复杂 据说现在呢 没有人能够 烧出这样的颜色瓷片了 咱们现在呀 来到了瓷房子的二楼 这里呢 是一个八角凉亭 这有什么神秘的呢 咱们呀 抬头往上看一看 看到了吗 中间有一个清朝的 粉彩瓷盘 它可是三百多万 拍回来的 而且呀 还是二十多年前的 三百多万 在这个粉彩瓷盘的周边 还环绕着很多的鱼绒的瓷盘 神奇的是 当我们站在下边 无论你怎么去转 都会发现 每条鱼的眼睛 都在注视着你 也祝大家 年年有余 这也还没完 咱们呢 往这边再来看一下 这边呢 还有一辆 全身贴满了瓷片的路虎车 当年这个房子主人呢 就是开着这辆路虎车 走遍了全中国 搜集了瓷片跟瓷器 打造了这座百亿的梦想大豪宅 哇 大家快看一下 那个地方看到没有 有一个大葫芦 主人呀 可真的是别处心裁 那么葫芦呢 在民宿当中呀 它是象征着葫芦之意 而且主人为什么会把葫芦 放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象征着家家平安 子孙万代 吉祥如意的意思 整个瓷房子里边呀 最值钱的呢 其实呀是在出口处 走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这尊佛手呀 是东魏时期的 当时花了1.5个亿 把它给拍回来的 而旁边这尊呢 是唐代的佛手 据说是按照这个武则天的真容 来给他打造的 您看 这眉 这眼 这嘴呀 还真是非常漂亮 这个非常远日的夏伯科 看起来呀 非常富泰 他跟您心目当初的武则天 有几分相像呢 关注墓子 带您走遍中国的大好河山 一座总统府 半步中国近代史 这里就是孙中山先生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 同时也是老蒋 做梦都不想离开的地方 当年康熙 乾隆六下江南呢 都以此为行宫 就连林则徐 左宗棠 李鸿章 曾国藩 张之洞 都曾经呀 在这里面上过班 据说老蒋办公桌上的台里呢 至今还定格在1949年的4月23号那一天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 观众墓子呀 咱们一起走进南京的总统府 出发 咱们进来之后呀 会看到一座红柱灰瓦的大堂 这座大堂呢 在太平天国的时期 叫做真神金龙殿 也被叫做荣光大殿 在大殿的正上方 现在还悬挂着中山先生亲笔所提的天下围攻 四个大字的匾额 而且呢 在大肠四周呀 墙上还悬挂着总统府各个时期的风云人物的肖像 比如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 当年的陆军总长黄兴和孙中山先生一起的合照等 其实总统府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这里最早是明代的汉王府 后来在170多年前 这里呢 还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 很多人会在这个大殿里面 等待着洪秀全 在这里呀 去接见他们 那么这里呢 有一张画像 太平天国时期的人物 上面穿着龙袍的 这是洪秀全 还有杨秀卿 那为什么这两个人穿着龙袍呢 那是因为洪秀全 去了南京之后呀 开始做了甩手掌柜 当时的大全呢 就落到了东王杨秀卿的手上 于是杨秀卿就逼迫洪秀全 封自己也作为万岁 所以呢 就有了上面的两个人都穿着龙袍 后面那个女人呀 叫做傅善祥 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状元 在1864年 曾国权进入南京之后 因一无所获 就一把大火烧掉了这座田王府 大火那是整整烧了三天三夜 直到15年后 清朝又在这个原地的基础之上 重新建造了两江总督署的衙门 因此呢 这里也曾经是清代两江总督府 很多非常有名的两江总督 您像在这边的张之洞 左宗棠 李鸿章 曾国藩 还有刘坤一 他们曾经啊 都在这里上过班 走过川堂 后面啊 这是二堂 也叫做中堂 这个川堂的西侧呢 这里呀 有一个礼堂 在民国时期呢 很多重要的会议和外交礼仪活动 都是在这里面举行的 这里也是递交国书的地方 再往里走呢 这是总督府呀 非常有名的八字厅了 咱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楼梯 特别像一个大写的八字 上面呀 还有五个台阶 寓意特别的好 代表的意思是 五湖四海 八方宾棚 图个吉利 您可以啊 对着这个八字呢 点上一点 木子在这里 祝福大家能够五湖临门 八方来财 步步高升 那么现在你们可以在评论区 打出四个字 八方来财 这个八字厅 以前是用来接待宾客的 而且这一间呢 是接待外国使节的 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吊灯 吊扇呀 而且都是过去的 现在还能够继续来使用 那么在我身后呢 那边还有个房间 是接待那边的 里面的中国元素呀 非常的浓 前面这一栋楼 就是大名鼎鼎的紫超楼 也是当时国会大厦 进入一楼呀 是当时总统府的文书局的办公室 蒋校长的办公室呢 它在二楼 咱们呀赶紧上去看一看 来到二楼呀 这呢 这是当时蒋公的办公室 首先呀 咱们看看它的办公桌 十分奇特 是斜着摆放的 它为何要这样摆放呢 据说当时蒋校长呀 很相信风和室 还有一种说法 这样摆呢 可以时刻监视着门口的情况 不过呀 还有一种说法呢 它的对面在这边呀 当时是 后总督李宗人的办公室 老蒋呢要时刻看着他上班 有没有偷懒 这上面的三楼呢 是他们当时开会的地方 无数影响历史进程的会议 都是在这上面召开的 而且在二楼这个窗户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已经历经上百年了 现在呀 还可以正常的开关 质量实在是太好了 这座总督府的不细州 是一座建于水中的石坊 故称不细之州 它是清乾隆十一年 1746年 两江总督引吉善 为迎接乾隆皇帝南巡而建造的 是那种游览时吃船菜的 听小曲的船 俗称汉船 这个整个船木雕呀 十分的富丽堂皇 你看 在那边的门上 雕刻的蝙蝠 梅花 鹿 山猫兽 分别寓意为 符 鹿兽 其他还有牡丹 万年青 仙鹤等 都是长寿富贵之意 那么木子啊 今天在这里呢 祝福 看到此视频的家人 都能够福寿双全 乾隆 红袖泉 孙中山呀 都曾经呢 与此修系 将来园林中的石坊 较为常见 此处乾隆称气为不细州 细出自于唐太宗的一段典故 唐太宗当时告诫太子李治 高宗说 是以树梨 比作水 君王比作州 水一载州 水一富州 乾隆称其为不细州 是说 他的江山呀 设计稳如磐石 总统府至今 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在1949年的4月23日 总统府的门楼上 换上了新的旗帜 他记载了我们软弱的过去 也见证了我们现在的辉煌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喜欢旅游 就关注木子 下个视频 带您走进羽花台